以大红色为背景拜登几乎走出框外 左上角还写着恐慌的英文标题 这是时代杂志最新封面 毫不掩饰对拜登继续参选提出质疑 川普辩论后民主党换败声浪发酵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已经表态 认为拜登应该退选 川普的可能副手之一范斯也来补枪 不过民主党大佬开始出来消除杂音 裴洛西接受CNN访问时表示 拜登确实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但川普的谎言更加离谱 在国会暴动案中被判藐视国会最即将入狱的 川普前白宫顾问班农则是继续挺川普 认为他有望回国白宫 至于川普的副手人选还没明朗 外界预测川普将选择能帮他引进新金主的人选 川普提名人选的最后期限是 7月在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到时候川普将与副手一起露面公布答案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